北非国家利比亚长期面对极端组织伊斯兰神权国军事威胁 多个城镇落在魔爪中多年,民不聊生 一直强攻神权国地盘想要重夺领地的利比亚军队星期六 烧来了好消息,成功从IS手中夺回苏尔特港 为了避免敌人卷土重来,重夺这座大本营 政府军立即加强巡逻,全面提升城市安保 苏尔特港是利比亚中部狂人领袖卡达菲老家苏尔特区的重要港口 也是IS武装分子在北非的重要据点 政府军透露,原本驻守当地的多名神权国重要领袖 突然逃离苏尔特,使得敌人群龙无首,战斗力大大减弱 再加上国际联军空袭的助阵,成功击退恐怖组织 这场战役导致协助政府军的民间兵团出现100人死亡 另有500人受伤